一拳超人奇遇老师 绝对速度索尼克 超级英雄闪电侠 三大飞人齐聚 究竟谁更快 本期脑洞来自这位小伙伴 咱们先来看看拥有绝对速度的索尼克 他可以通过加速度制造影分身 分饰九个角色和自己来一场棒球比赛 他的速度可以快成一道闪电 冲间改变地球的磁场 进而导致地球上大范围的停电 更甚至一秒就可以绕地球460圈 这个速度已经快到了离谱 超过了音速的数倍之上 再来看战力天花板奇遇老师 小伙伴们都知道 他的攻击力十分强悍 往往一拳就可以轻松搞定对手 与此同时 他的速度力也极高 身体结构 以及彻底超出了生物的界限 奇遇老师本来在月球表面 然后一个全力跳跃 三秒就可以回到地球表面 小伙伴们都知道 月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是38.4万千米 那么利用数学公式V等于S除以T 也就是38.4万千米除以3 我们就可以得出奇遇老师的速度 是1亿2800万米每秒 这个速度已经达到了光速的4倍 但是这些比起超级英雄闪电侠 根本不算什么 他自身拥有的神速力设定 已经是光速的13万亿倍 并且可以在核弹爆炸的一顺间内 不断往返将整座城市内的53万人 在0.00001微秒的时间内 全部转移到安全位置 而这一时间光只能前进3毫米 那么闪电侠的速度 足足达到了2亿兆米每秒 速度之快能够直接逆转时空 穿越物体本身 更甚至可以直接达到平行宇宙 可以随意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穿梭 闪电侠早已不受时间的影响 无视一切物理定律 完全突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 所以就算索尼克的速度再快 也没有达到光速或者压光速量级 更不用说要靠速度能力 直接实现穿越时空的程度 所以暂排第三 曲余老师的速度虽说已经超越了光速数倍 但是闪电侠更是凌驾于这个速度之上 所以这场比拼综合来看 超音速索尼克只能排第三 超光速曲余老师排第二 神速力闪电侠本排第一 感谢收看我是老师叔叔 下期见